好 謝謝 那剛剛大家聽的從17到21應該非常的有感受 那我們這邊聚焦在18跟19 所以可能大家如果剛剛聽過上一場的話 這場可以不用那個還是要聽 但是我們應該會講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Joseph 那我現在是在聯奇科技 擔任軟體開發副總監所席架構師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18跟19的功能 那聯奇是主要是能源物聯網的產業 那我們希望 喜歡做物聯網喜歡能源的夥伴也可以加入 我們是現在在找人才 跟Java也是有些關係 那這是我的自我簡介 那我其實年紀蠻老的就開始寫程式了 然後這個不太重要 那這個是Java User Group 那我們有粉絲團是Java TWGOG粉絲團 然後我們也有官方網站 那疫情前的時候 我們大概每一個月到兩個月都會辦一次 那個TWGOG的小聚會 那會大家會分享一些東西 那因為疫情開始之後 我們就變得比較 少舉辦 但是我們會有一些比如說線上一些活動 那甚至比如說有手把手帶你寫code一些活動 那我們在場次各種不同可能性 所以歡迎大家如果對Java很有興趣的 也想要加入的 我們都會有這個不定期的舉辦一些議程 然後歡迎大家來 那我想因為最近疫情其實還是蠻嚴峻的 所以可能的場次不是那麼多 那我們會希望後面可以有越來越多的場次 好 好那這邊是Agenda 這邊我這邊前面兩個的話 主要會是先介紹一下目前Java的狀況 那Feature跟Preview跟Incubator 這邊才是會是1849的功能 那這邊會簡單的先介紹一下 就是說幾個國外比較大型的網站或是調查公司 然後對針對去年跟今年Java現況的一個調查報告 那這個是TIOBE index 20229月的一個報告 那大家不知道看得出來 就是Java目前位在第三名 然後它的Rainting是11.72 然後比上個月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0.6% 那這個index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是一個指標 它是在看一個語言的受歡迎的程度 那它怎麼去計算呢 它這邊是 它是每個月去計算一次 那它的Rainting會去找 全世界有多少的語言工程師 那有多少的教程 的課程 然後呢有多少的vendor 第三方的vendor 然後這些數量去做一個加權權重的比 的比較 另外它也會去找搜尋引擎 包含Google Bin Yahoo Wikipedia 亞馬遜 Youtube 百度等等等等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很嚴謹的一個評分的一個標準 一個權重之後得到了一個數字 然後來做一個Rainting 那這邊的話它是一個趨勢 那淺綠色的部分是Java 所以它在 其實是在2002年的時候都還在第一名 然後它維持第一名滿久的時間 甚至到2014 2016 2018的時候都還在滿上面的 但是後面 就被黑色超車了 黑色是C 然後呢接下來有個比較淡藍色的往上串 是Python 所以現在Java掉到第三名 主要是因為Python衝到第一名了 好 然後另外這是一個History 就是說歷年的一個名次的比較 那以Java來說的話 之前都是一二名 那今年掉到第三 那其實也可以看到C的部分 其實一直都是一二一二一二 所以它其實一個語言很紅 就是它popular 它其實可以活滿長的一段時間 那當然我們也會有看到一些後期之效 起來之後又很快掉下去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殘酷的舞台就是了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是Github的Otoverse 2021的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呢 它是去找它四百萬個 它的report 跟做了 對一萬兩千個developer做了一個調查 那他們覺得 每年最好的最top的語言是什麼 那目前第一名是JavaScript Python 然後第三名是Java 這是去年的報告 今年還沒有出來 然後這是StateFlow StateOverflow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就是我上班寫 都從StateOverflow抄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沒有什麼太多產能 就是謝謝StateOverflow 那它 這是二零二一年的 二零二一年的五月 它調查了超過八百 不是八萬個developer 然後他們最喜歡的語言是什麼 最常用的語言 那這個語言是包含包含Markup Language 包含Square Language 包含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全部混雜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Java現在比較下面 但是它第二名其實是HTML 跟CSS 第四名是SQL 所以感覺上其實Java 在Programming Language 還是第三名 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二零二二呢 其實它稍微有下降一點名次 主要是TypeScript 然後SQL也有上升一點 然後本來其實在上一年的時候 然後它是底下有NodeJS 最下面的兩個 倒數第二跟倒數第三 是NodeJS跟TypeScript 但是它在今年的時候 它把它合在一起算了 所以TypeScript就上升了 所以感覺好像 如果假設NodeJS 在裡面的話 我們交反應該在前面 又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一個 我自己感覺良好 那這是七萬的一個developer 調查的 然後是在今年的五月 然後這是其他的一些語言的名詞 那Cartney目前還是在比較後面 那可以大家加油一下 好那這是一個網站叫做 DevJobscanner 他主要去掃所有跟開發者有關的工作 去找到底有哪些工作 那他做的這個報告呢 今年是六月十九號產出來的 那他是調查從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 那他去掃超過了七百萬個工作 而且去找那些工作是指要求 有特定的Programming Line規矩的 如果假設你的那個Jobscanner裡面超過四個 或是有一堆好像Stack 就是我就是要 我又要你會Photoshop 我要你會那個Wall Excel 我要會你寫程式 我要會你會Cuponetis那種 就是一條龍的那種 他就不會算在裡面 那他找了最八個 就是說最有需求的 就是說在業界裡面 Jobscanner最需求的 第三名是Java 那你可以看到 在從十月去年十月到今年的五月 他是有一些微幅上升的 那這個微幅上升呢 那其實因為Java 他是從一九九年到現在 其實也蠻長的一段時間了 所以他一直都還是在名次上面比較強 那包含比如說他也有Cotlin 所以很多比如說找Cotlin 也會說你如果會Java的話 那你其實也可以來加入Cotlin 的這個工作 那因為他另外Java有一個很重要 他可以一直立九步出來這麼 呃就是在名次比較前面的原因 一個很重要是他的生態系 那大家都知道Spring 我想寫Java的沒有人不知道Spring Boot Spring Framework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工作 Java有關的他說是因為這個Spring Boot Spring Framework很好用 所以他會採用這個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說 他為什麼這麼地久迷信 那這個是前幾名 那第一名的話還是以比如說 JavaScript TypeScript為主 然後第二名是Python 那第三名是Java 然後所以其實Java其實還不錯 至少看起來有24萬個工作等著我們 很好 但是後面的比如說像有些比較新的語言 像比如說說Go啊 或是比如說Cotlin Dart Rost他們就會再比較下面一點 好那這是一個趨勢 就是說其實JavaScript 跟TypeScript從去年到今年 是稍微微幅的下降 然後Python也有些下降 那Java是在上升 好那這是一個目前Java的一個現況 那Java在生態系的本身的狀態呢 這個是報告是由那個Nurelic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Nurelic這家公司Nurelic他主要是做監控的 所以他基本上他可以在比如說你的 Cloud裡面的Cloud的Instance裡面 你可以裝個A卷 他這A卷就是NurelicA卷 他就可以把這A卷裡面 他會去收集一些資料 包含比如說CPU啊什麼 就是一些A卷 然後收集出來 然後送到Nurelic 然後包含說Log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幫你整理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說有系統的健康程度 或是有什麼異常的狀況 他會其實做一些通知 就有點像是我們現在裝一些A卷 然後你去產生 Promichos資料 送到Grafana一樣的 類似那種效果 那Nurelic的話 因為他就是擁有 他就是幫客戶做了很多這個事情 所以他有這樣子的 他也做了一個統計 他是從2020年的3月開始統計 那就是說他第一次發表 那第二次發表是去年的時候 那今年是第三次發表 是2022年的4月的時候 那他的基礎就是說 他有上百個instance 可以來做統計 所以他instance裡面 不是完全都是java 那特別是java的instance 做了一些統計 最流行的就是長期支援的版本 目前是11 然後再來是8 然後呢可以看到那個java11的 已經超過了40 就是48超過了java8的一個程度 所以在座是不是還有在用java8的 就他有些危險 在2020年的時候 java8是84百分比 就是84%java8 然後呢java11只有11%而已 但是經過短短兩年 其實局勢已經不一樣了 一個從84變到46 一個從11變到48 那剩下的話看到java17 只有0.37 目前還很少人用 因為去年的東西 大家可能還會需要再多的一些事件 那麼另外就是 比就是最受歡迎的非常期支援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1415 12131610 然後這個大家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雖然是很高 那倒是0.95 0.7 所以他其實跟前面的比的話是小兒科 是小兒科 那我看到這邊其實都還沒有 就是1819其實是更後面的 那其實這裡面全部的非常期支援版本 佔全部的版本2.7而已 所以全部的 所以大家還是喜歡長期支援版本 然後對於這種中間過渡版本可能就是玩一玩看一看 那以GC的部分 不對 以這個vendor的部分來說的話 Oracle現在是的版本 Oracle的JDK是34 那其他比如說亞馬遜 Eclipse Redhead 等等等等的 就是排在後面 那其實本來在2020年之後 Oracle他的佔比是75% 這很高的 他遠遠把其他對手甩在後面 但是現在淪落到 不是淪落到 這樣子不能就是 變成是34 其中一個原因是說他要收費 大家覺得你要收費 你有Lyces的問題 那我就是以後用點東西 我就要open source 或是我要幹嘛 他就會開始尋求其他的一些support 所以反而就是造成他的降幣 已經很嚴重掉下來了 那雖然就是Oracle在11之後的 某一個版本開始就是說 好我不要那麼嚴格 大家再回來用我的 但是好像大家已經覺得就是跟打出去的 飛出去的球 就跟分寸的女友一樣 就是再也回不來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還是會繼續選用其他家的 好 然後這是GC的部分 GC的話 目前藍色的部分是Java10跟早期的 然後綠色的是Java11跟以後的 那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假設是Java10的話 大家還是用Serial的GC 那如果假設你用11以後的話 大部分都自己改用G1GC了 那我們也建議大家可以改用G1GC 因為他的效能其實是會好很多 尤其是針對你的記憶體比較大量的時候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後面也有新的一些GC 比如ZGC跟Shenador 這兩個GC 那他其實也有統計 但是因為他們佔比真的太低了 所以就是他們的百分比很小 所以修到這邊沒有意義 所以就沒有修出來了 好 這是一些總統計 那我接下來進入正式到 進入到正題 Simple Web Server Simple Web Server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呢 就起一個Web Server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建立一個Web Server 那他是JP408 那他提供了一個Common Line的Tool 所以呢 這Common Line的Tool 他就可以讓你用Common Line 執行一個很小的一個Web Server 而且但是呢 他只能做靜態的檔案 他只能看見檔案 他不能說很炫 還可以做GSP啊什麼的 沒有辦法 好 他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他的主要是讓你做一些Prototype 或是比如說你做一些測試 所以他不會有 那就是那個動態網頁的一個效果 不會有CGI那些 或是Server的可以用 那他也就是一個 一個預設的一個始作 你可以通過Common Line 或是通過API 來去起這個Server 那怎麼做呢 這邊的話字很小 那個因為東西很多 但是很小 我大概解釋一下 他的那個指令的名稱就是JWeb Server 那JWeb Server減減HELP之後 可以看到他有一些選項 他的參數裡面 如果減B的話呢 就是說你要綁在哪個IP上面 預設是127.0.1 那如果假設你要全綁的話 就是0000 或是兩個罵號就是IPv6的 那減D的話呢 就是你要指定哪個目錄 那你不帶的話 就是預設你當前執行的目錄 減P的話呢 就是你的Port 預設8000 就是8000 然後再來Output的話 就是說你Output 要多詳細 沒有Output 還是說你只要Info的 還是Verbals 就是凡死自己 那種Output都可以 那底下的話 我這邊就起了一個 JWeb Server減P8888 然後減D就某個目錄 所以他就告訴我 你已經綁在127.0.1 然後呢 你就開始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開始存取 底下東西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一些 一些那個 就是SSLog的東西出現 好 這是Command Line的部分 這很簡單 你就可以直接做了 好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那他其實 他有些限制 就是說 他目前只有Head 跟Gate 所以你用其他的HT method的話 他會回501 或是405 501就是說 我沒有實作 那405的話 就是不不允許 我們很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Response Call 因為大部分的Web都會實作 那這個是 只是一個很陽春的 就不要太強迫他了 好 那如果你去存取檔案的話 他會直接秀給你 那如果假設你去存取目錄的話 他會找Index.html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把整個目錄 list的給你看 但是list的目錄裡面 不包含 那個link跟hidden file 這是他的 然後他只支援HTTP1.1 不支援HTPS 這是他的限制 好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更小了 所以 這邊的話其實我這邊直接用說的 他其實你用Jshel進去時候 那你就是impro.com.son.net.htpserver.新 然後就可以用一個 那個class叫做simplefileserver 你就可以對他呼叫createfileserver 裡面就可以帶比如說 inetsaki8888 然後pads帶一下 就是你的檔案 然後你的那個log 要outputlog level是要什麼樣的 然後他就起起來了 然後你可以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的目錄 散在你的電腦各種不同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再createcontext 你可以把很多的那個不同的pads append進去 所以你的檔案 你的web server的檔案 可以散落在你的電腦各個地方 你只要在createcontext 把append進去之後 最後把它start 他就會開始聽 然後就可以開始有這個log出來 如果假設你在把它起第二次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已經綁定了 所以底下就會出現error message 所以你不能再做第二次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順便玩一下htvclient 這是在java11的時候 已經有出來的 就是說他其實就是你可以impro.java.net.htp.新 然後就可以建立一個htvrequest 就建立一個builder 然後給他個URI URI就是你的網址 然後就點get 然後去build一出來 接下來你就可以htvclient去建立之後 去把這個request送出去 送出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我送了 然後我直接的確 我對127.0.188888 我已經拿到一個response 它的長度是683 然後我可以把印出來 好那個title那個中文就不要理他 這是我自己以前做的網站的名字 然後誰沒有中二過 所以就算了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功能是UTF-8 by default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把UTF-8 當成標準的API的預設制圓起 那它是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好 總而言之呢 就是它是JEP400的 然後 它是在Java時期之前 你的那個 rong time的default的 這個資源集呢 是你騎起來的時候才會知道的 那所以呢 你不一定是說 我們一定騎起來 我的預設資源集 都是UTF-8 你要看作業系統 跟你設的locale來決定 所以為了讓整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以後在 比如說我們在做檔案存取的時候 這個資源集能夠更有預測性 我們有default 我們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預設 全部都變成UTF-8 那這個呢 很多標準的Java API 就會受到影響 就是說它原本用的 可能是平台起來的時候 預設那一個 那後面就會改用 全部是用DF-4的資源集 那 比如說像在 MacOS上面的一個檔案 它encode是UTF-8 所以如果假設我一樣 焦點IO.5 去讀這個檔案的時候 MacOS就可以 它預設它全部讀寫 都是UTF-18 沒問題 但是在Windows 如果假設我locale是US的話 它就會用ISO-8859自印 那如果是Windows Japan的話 就會用Japan的encoding 所以讀的時候就會讀錯 但其實我的內容就是 MacOS裡面才是正確的 所以這會跟你的 因為這會跟 作業平台 跟你的locale有關 那我們其實寫就好 我都希望寫一次到處執行 所以我們就希望 針對比如說底下這些 我可以有default的 這個資源集 全部都是UTF-18 包含比如說 InputStream Reader ObsStream Writer FireReader FireWriter PrintStream 然後底下的 比如說 Formator Scanner 這些也是 然後還有UIL encoder 跟Decoder 那但是這兩個裡面 它其實用到的 那個其實已經是 廢製的一些method 它有用到預設資源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應該用到機會不太大 主要是上面的Reader跟Writer 比較會 好 所以 by default的話 它會是UTH-8 那你可以去指定 比如說如果假設你 Java-D Fire.encoding的話 你可以寫compact 那這樣的話 就是會回到以前舊的時代 就是相容的意思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也會推薦說 如果假設你是8到17的話 我們建議你在執行的時候 還是 如果假設你是真的 對檔案IO有存取 對這個encoding很在意的話 好 先要加一下這個預設資源集 好 那接下來是Java-Doc的一個Code Snippet 413 然後呢 它是加了一個新的Tag 在Java-Doc裡面 那 因為我們以前如果假設 在Java-Doc裡面 要寫這個Code的話 那它比較難被IDE去辨識 然後甚至我們要做Link 或做Highlight 都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它為了更好的一個支援 所以呢 它加一個Snippet 一個Tag進來 所以我們原本在寫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PRE 然後寫個Code裡面加一串 然後出來就會是下面這個樣子 但是現在因為它沒有辦法很好的被偵測 然後甚至說去檢查那個Code 是不是有錯誤 那如果假設我們使用這個的話 那個ID它就有辦法去針對我們 在Java-Doc裡面寫的Code 去做一個最少的依法檢查 看它是不是對的 那至少我們不會 那個Java-Doc都寫錯了 然後大家Code出來之後 全部都是錯的 然後你會發現 怎麼大家都是寫錯了 好所以呢 它其實就是在 你的Java-Doc裡面多了一個 這樣一個Tag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寫你的Code 然後現在你的Code比較複雜一點的話 你可以去 看看那是Inline Inline就是說你在行內就直接做這個Code 那你也可以去參考其他的Code 參考其他的Code 就是說你可以有個File 就是說我參考B.Java這個檔案 然後我要參考的區域是XYZ 然後底下的那個B.Java裡面就可以說 我的Region是XYZ 然後裡面的Code就是我希望 你之後可以放在Java-Doc裡面的一個留言 一個留言 然後如果假設你 我們看有聽到做Highlight 做Highlight的話 或做Link的話 一樣我們可以寫在Snippet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Snippet裡面 他在那個第三行的部分 Print-Line這邊 我特別把它做出題 就是說呈現一下 就是說他以後在Java-Doc上面的一個效果 那他後面其實就是接了一個斜線斜線 然後Highlight 然後Stream就是說 我要對哪個字串做Highlight 然後我的Highlight的字串 就是Print-Line 這個Method 然後呢 底下呢就是說 我希望 我不要每次都加這個 那個 我希望比如說ARG這個 我希望全部把它Highlight起來 所以我就直接用個Region把它包起來 所以這個Region呢 它就會有一個就是說 我後面的一個正規表示是呢 它其實就是ARG 所以我要把ARG的全部Highlight起來 然後呢它會有個End End就是說我這個Highlight的Region到此結束 後面我就不會再Highlight了 這是一個Highlight的用法 那底下是一個Link的用法 那Link的用法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 比如說那個System.out 我們就可以把它Link到那個JDK 或是你比如說你自己寫的 你就可以Link出去 那你也可以一樣 你用加Region或不加Region都可以 你加Region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區塊式的 你就要有個End 寫線寫線End 那如果假設你不加的話 它就是一行 就是單行單行才會有效果 好所以這邊你可以有個SupStream 後面Target是說 你要連到哪一個Class 好 那這個是18跟19的 就是比較重要的正式功能 是都已經可以用的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就是說還在孵化器當中的 就是說可能還在preview 或是還孵化器 就是說還不是正式的版本 所以底下接到Coke 可能就會有很多的一些變化 那第一個的話會介紹就是說 Pattern matching for switch 那我不知道曉得 不曉得說大家已經對於就是 Pattern matching for instance of 是不是已經用得很得心應手了 不過我們等一下稍微會再提到一下這個東西 好這個是他在JDK18跟19 有兩個都在preview 然後是JEP420跟427 他主要會是希望 就是說我在switch裡面 我能夠去擴展 那switch的語法 使得我後面 我不需要 就是類似 有點像是instance of的效果 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就是說如果假設我今天 switch進來的 我是希望對一個物件 把它放到switch裡面 然後我希望去看說 如果假設他的 類型是自串的話 我就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我case 他的類型是整數的話 做什麼事情 那我不需要每次都說 instance of true的話 我才去做case的 就很麻煩 我希望在switch裡面 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pattern 我希望match 我在switch上面 可以簡單的直接做到 我就直接可以拿到那個type 直接拿一個變數 我就可以直接拿來用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希望在case這個case裡面 通常我們都會 就會檢查他是不是空的 那如果是空的話 他就會丟 not point exception 所以我們會希望 在switch裡面 我就知道說 如果是空的話我怎麼辦 我就不要在外面 一幅的一個區塊 那另外呢 我希望就是說 在我的switch裡面 能夠窮舉所有的可能性 而不是要有些可能性 是漏掉的 所以 我們這邊先複習一下 這是已經出品的 這個JDK16 已經有的pattern matching for instance of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old instance of string s 他其實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做instance of 去做比對 第二個呢 是做 複值 不對 第二個是做 casting casting就是說我要把old轉成 轉成字串 就是轉成這個string 就是我要先做一個轉型 第三個是複值 就是說我轉型完這個物件 我把它射給這個變數s 所以我在它的區塊裡面 我才可以把這個s印出來 所以在底下的話 我也看到如果假設我是 比如說我希望它是整數 而且它的整數如果是小於100的話 我就說你是小整數 那如果假設你是整數 然後你到下面已經大於100了 大於等於100了 我就說你就是整數 然後再下來可能是比如說是long 然後其他的object 那這樣子其實如果我們在寫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其實已經幫我們結成很多時間 空間 因為我們以前都要instance of 裡面再做轉型 再做assignment 再做指派 其實很花承示 現在這邊已經是不錯的語法堂了 但是我們知道如果假設你這邊的衣服很多的話 它其實是big o的一個時間 因為我每個都要比對一次 但是如果把它轉成switch的話 它就是01 應該是說 如果假設我這邊很多的話是on 那如果假設改成switch的話是01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把它改成switch 就是說 當然我們第一個就是空的 我們希望能夠cast空的 我們就說那你是空的 我們就直接印出來 那接下來如果假設你string的話 我就把string也印出來 那這就是說我如何就是在cast裡面 同時做instance of 同時做casting 同時做assignment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instance i混 i小於100 這個是新的語法 在上一版的時候 在18的時候 它是end的 在19的時候把它改成混 所以多了一個關鍵字叫做混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比較好讀吧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那我們也只能follow 對我們現在就是照做 那cast如果 i 然後混 i小於100 然後幾下的 就是一樣是instance i 那這邊因為i是可以重複 因為它是已經不同的block 不同的local variable 名字可以重複 Default的話 就是剩下的所有的object 好 那這邊的話 是更複雜一點的 就是說 這邊其實包含就是說 它不是只有 一般的class 比如說 其實是 可以把它丟進來 就是 一浪的type 一浪本來就可以進到 它的那個 一層板就可以進到 switch裡面 但是type 是沒有的現在是可以 然後再來是point的話 它是record 然後record 現在可以進來 甚至比如說是正列 正列也可以進來 因為正列大家知道 這裡是object 所以現在你是所有的type 都可以進到switch裡面 好 recordpattern 的部分呢 405 然後它主要 其實跟 放在這個 呃 pattern switch pattern match switch 後面其實是跟它有些關係的 這個recordpattern 它其實也是希望 因為record是已經有的一個 一個特殊的一個class 的一個類型 然後呢 這邊其實針對它 如果假設我們在if裡面 做insenseoff時候 我們希望 能夠更靈活的可以 就是直接不用再做一堆 很多的轉型 或是呼叫它的一些method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也有一個 就是recordpattern 那看名字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看後就可以了解 就是說 我原本在有個record 就是它是point 然後有x跟y 兩個座標 然後呢我原本找的寫法 就是說 o instance of pointp 我就可以找出p的x是多少 然後 y 是多少 那是p點y 呼叫 然後我可以印出來x加y 算沒有什麼意義 這邊只是一個範例 然後呢 但是這邊呢 感覺好像 我好像底下寫法 就是說 我今天在衣服裡面呢 我可以把這pointp之外 我就直接我那個p就不要了 我就直接把它的那個xy 就好像建構值那種感覺 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直接存取x跟y 我就少了一行 只是衣服變長了 就是有好有壞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省多少支 但是至少就是說它是一個 一個改進 那這邊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比較複雜的例子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假設我有point 我有innon 然後我有color point 裡面是有一個point叫color 然後我又有一個矩陣 不對 又一個長方形 那這長方形裡面 我又有就是 左上角的點跟右下角的點 所以我在衣服裡面呢 我就可以弄得很長 我就可以一直一直槽狀的下去 這個其實就是槽狀的patent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說 我其實這裡面衣服這個東西 如果假設它是的話 我其實是 如果假設這個or 因為og來說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object 那如果假設它是這個東西的話 我要它的 左上角的那個顏色 你告訴我 這只是這個 這個code 這段code的功能 所以它其實就是把那些東西都寫出來了 好 這樣看起來也許就是可能又省一些字 因為我們沒有前後比較 ok 接下來是這個vitor API 那個vitor API的話 它其實就是它其實已經孵化很久了 那它其實是在做向量的 所以它其實是做向量計算 那向量計算的話 包含比如說在科學的領域 數學領域 他們是很需要的 那尤其有些機器 他們本來就是對於向量運算是有特別的一些優化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有個清楚 然後很明確的一個 API 可以去跑這個向量運算 然後它其實這邊只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因為這個沒有要解釋的很仔細 但它最終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傳入了兩個float的陣列 然後第三個float陣列是希望回傳他們運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它這邊就會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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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圈去跑 跑完之後 然後呢最後把這個 我就可以在外面去拿到Flow 陣列C裡面的結果 就是算完的結果 那它其實要做就是 AIXAI加上BIXAI 然後增上21的伏點數 它其實在做這件事情 好 那這一邊接下來 介紹這個 virtual thread 大家有聽過 virtual thread 剛剛上一場有講吧 那大家对Virtual Thread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们就 没有没有要跳过了 我们才讲了 我们还有15分钟要撑 Virtual Thread的JP425 Java 19 大家都很觉得好像很厉害的东西 那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轻量级的执行序 那它轻量级执行序 它是很戏剧化的 他们描述很戏剧化的 减少了你写 maintain 跟就是处理这个 high throughput的 就是并发应用程式的时间 所以就说如果假设你用Virtual Thread 如果假设你的应用程式 它是有很高的concurrent 是有很多的thread要跑的话 你用这个可以减少你的时间 也节省你撰写的时间 那它呢 我们一般 其实我们一般的 尤其是大家现在写Java 很多写后端的 他们其实这个后端的应用程式呢 其实它就是 就是 Threadport Request 就是说我一个Request来 我就开个Thread给他 处理完了我 Thread关掉 或者把它丢到 丢回Threadport里面去 那 这些其实都还就是 然后 它是用这种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的Thread 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 Always的一个执行序 的一个一个一个样子 那它希望导入Virtual Thread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友善的去应用硬体的一些资源 然后让一些主射的一些程序 不要挡住其他正常在执行的程序 所以如果假设我一个程序需要 它被主射了 我就要把它剔开 我让其他不会去主射的程序来继续跑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我的吞吐量 然后我希望它会是 很简单去用去使用 很简单就可以debug 很简单就可以去做一个调教 而且是根据现有的API 跟JDK工具就可以做的 所以它不希望你再去创出一个 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些什么东西 让你要重新学一套那个执行区 这样就学习率太高 大家就会很难得用 所以不管它再怎么好 都会很花时间 那我这边会先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 threat request的style 就是说我今天就是一个request来 我就是一个threat去server它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伺服器的话 通常都是都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去处理一个 尤其是htp request 或是比如说你要去针对一个 db去做存取的话 都是用这样子 所以在它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就是一个request生命周期里面 一个threat就是专门服务这个request 就是专门服务它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变成它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原理啦 叫做little slow little slow的意思就是说 在给第一段的时间 给第一段的时间 你能够你的server 能够在同时间里面出的量 它需要根据你进来的量做成长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今天 我进来的量是100 我的server它就在这个时间内 比如说100毫秒 我就要是处理这100 100毫秒我就处理这50个 50个request进来 我在这100毫秒内 我就是要把这50个request处理完 当它从50变到500 变到5000的时候 我server也必须要同样去成长 在100毫秒之内 我去处理500 处理5000 这是它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 我在一定的latency里面 我能够处理concurrent 应该跟我进来的服务部 有正相关的去成长 那很多我们 比如说大家知道 比如说做autoscale 比如说cubernetes的话 你会做autoscale group 当比如说CPU或是memory 或是什么到一定量 我就需要长一个part出来 然后去server 大家都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去做压车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说 我们知道一个单一个part 它的rpm是多少 就是说它每分单位分钟内 它可以处理request量是多少 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 就是说我们再看两个part是多少 三个part是多少 借此我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假设我多少rpm的request进来的时候 我需要多少的part去server它 我可以去知道我的autoscale group 该怎么ser 这是这个low的原则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假设今天真的很爆料 或是说我dlOS的时候我怎么办 那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然后另外就是说 以这种模型下面来说的话呢 我再怎么样 还是会有一个极限 因为我的OS的 我的平台的那个thread 它是有极限的 另外就是说 我的OS的thread它的成本是很昂贵的 我可能每一开 它就是要花掉一MegaStack 然後我還有heap是共用的 但是stake我就是每個thread 我就要自己有自己的 所以呢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用非同步的來去做同步 或是我用連線池 那非同步的當然就是說 針對一些 Io的部分會有些好處 就是說針對Io的話 我可能不用去等其他Io 或是他可以去做一些 時程上安排 所以可以可以加快我處理的速度 那另外就是說 但是你用這個非同步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一個工作 我要怎麼去做拆解 我可能是用爛打的方式 然後把拆解成細部的 所以使得我一個工作 我也許可能根據這個工作的一些 步驟 我可能拆成了5步 然後這5步可能會在不同的 thread上去做執行 然後都是非同步去完成 那這樣的話 debug會比較困難 而且呢 就是說我們 如果假設他真的出錯的話 你看state trust也不一定 能夠有完整效果 就是說因為他被分散到很多地方了 所以哪個地方出錯 你不知道他之前的狀態是不是對的 或是說之前狀態就已經錯失了 他在下一個狀態的時候是 是丟 exception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同步 我們要拆解 我們要做的話 他雖然很好 可以加快 但是他有一些極限 這邊開始改用中文 因為概念太困難了 所以我覺得我用中文 我自己看得懂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把 原本的thread per request 剛剛的async 就是它是一個改善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thread per request 改善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達到 一個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在這邊呢 我們就是說原本一個 java thread 相當一個OS的thread 那它的開銷成本是很大的 然後為了 使應用擴展的意思就是說 為了讓我們的thread有很多 同時呢 我們跟平台可以保持一個 很好的一個合作的關係 所以 其實在這個地方 中國好像有點看不懂 它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改了 不是我們改了 不是我改了 所以他們改了 他們改了就是裡面thread的 一些做法 所以基本上 他們怎麼做 就是說大家知道 比如說如果假設 我個影片要解碼的時候 不是解碼怪怪 就是說如果假設 我要解碼編碼的時候 看的時候 有軟解跟硬解 基本上這個就是軟解 硬解就是說 我OS 他們直接幫你做 幫你分配好 每個thread 1mega的記憶體 給你都stake 然後HIP共用 然後怎麼樣 這個是用軟解的方法 去想辦法就是說 反正你 你有些工作 很小很快就可以解決的 一百毫秒就解決的 反正我就快速幫你解決 但是我很多個 虛擬的thread 用的是同一個OS thread 它是N對1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就是用軟解的方法 讓你有一個錯覺 就是說 哇 我有好多thread在跑 那其實 但這個是個錯覺 但它的效能的確也是不錯 所以他們才會這麼做 所以 如果假設一個thread 它在跑的時候 可能被block了 它就會被移到旁邊去 讓其他不會block的人 繼續在這個虛擬的thread去跑 這是它的概念 所以它這邊要怎麼做呢 其實你就是在executor裡面 去new virtualthread per task executor就可以了 你可以跑到1萬 10萬 100萬 都可以 但是如果假設你要跑1萬的話 你要想說 如果假設我一個thread 是1M的stake的話 如果假設我是 如果假設我是fixed的 就是說fixed那個跑10萬的話 我就是要10萬M的記憶體 就是10G 那可能就all memory了 你可能跑200就可能就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virtualthread可以讓你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它的目的呢 它不是讓你執行速度更快 因為它其實 它的執行速度一樣 就是說我不管的call在virtual 在虛擬執行序 還是在平台執行序 它執行速度是一致的 它改善的是 怎麼去占CPU滿載 就是說我反正你被block了 或是你有事情的時候 很忙之後我就把你撤掉 我換其他更小的上來 所以它是妥善的去做了一個工作分配 所以它提高的吞吐量 不是加快 不是降低延遲 不是加快的速度 它是提高 加快速度啦 其實是加快速度 因為你提高看到吞吐量 好 那因為virtual它是 它其實它的stake就只有幾十K而已 很小 所以它是很便宜的 所以它不需要一個thread pull 它就是直接 它就是用完就丟 用完就丟 那因為像平台的thread 它是成本很高的 記憶體很高的 所以我們希望它常常可以 就是壽命長一點 而且可以調度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thread pull 那這邊怎麼樣去initial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的 new virtualthread pull tastic executor 或是說你的thread.starvirtualthread 後面加你的就是runnable的那個 lambda裡面進去 或是virtual.star 那如果假設你要起平臺的話呢 你可以點off platform就可以了 就是第三個 你把off virtual改成off platform 就會起到平臺的thread 那compile的時候 你記得就是compile的時候要加 減減release19 然後要enable preview 因為現在還有preview 然後java也是preview 然後jeshare也是要點preview 那效能比起來的話 如果假設你是比如說sleeper 或是說做一些 我怎麼好像少了一頁 適用場景 適用場景它是 你適用場景是并發數量高 而且它不是CPU負載高的時候 因為你CPU就是你還是要去算那些東西 所以你CPU負載高的話 用不就不定有好的成效 那如果假設你是比如說網路啊 或是比如說 Io啊 那個可能就會比較 就會比較有顯著的成長 甚至可以高達有10倍的一個performance的改善 好 其他的部分就是說 有reflection有重做了 然後有更好的機制 然後再來就是說 resolution就是說DNS解析的部分 有提供了SPI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finalizer這個部分 要把它去除掉了 那finalizer相信大家都 之前很可能有一些 這很古早的東西 我不確定是各位新同學 還是有知道protected void finalizer這個method 就是 他就是說你物件死亡之前 可以先用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會呼叫 GC說他會呼叫 但是他也要看GC要不要呼叫 對就是一個可有苦的東西 他最後把它幹掉了 那把它幹掉之後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用這 比如說用trivert resources 就是tri cache那個trivers的時候 或者在finalize的時候 自動把它close掉 或是有個cleaner 有個cleaner的一個機制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cleaner 那另外的話就是有pode到linear 然後有 另外一個是沒時間講的 就是forum function跟memory 就是API 它是FFM 就是說我Java的程序 我可以去用到Java程序以外的記憶體 可以去用 就是我存取其他記憶體的 那存取記憶體的話 包括比如說radis 做一些memory page 或者是剛剛講的這個beta 像那樣的計算 就會用到額外的記憶體 要不然你用原本的記憶體的話 一定會偶爾memory爆掉 那這是一個好處 那現在還在腐化當中 好 謝謝 謝謝Joseph的分享 請問現場有同學有問題嗎 我之前看到那個 就是在project論出來之前 然後就有看到說 JDK在一點多就有green thread 那為什麼會後來拿掉之後 又再加回去 那個沒有做好了 就是那個green thread 就是它其實virtual thread 就是green thread的一個概念的延伸 那那時候做的就是 因為其實你要做 他其實做virtual thread 他其實就是我們說軟件 他其實 你可以想像一個Java的 我們當然知道Java的 thread 他已經對應到oes的thread 但是Java在實作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把自己當成一個OS了 他在裡面去調度 他可以用的那一Mega的那個Stack 甚至超過一MegaStack 然後想辦法可以其他很多的那個memory用 所以他在裡面 其實已經在做一些小OS的一個東西了 那以前鬼推他們並沒有做到這麼的好 然後所以沉起一段時間 然後後面又把它拿出來 對 因為可能覺得笑呢 不能俗人 不能被笑 所以我不確定 對 但我覺得這是可以期待的啦